因为我们是拿着爱来做事 我们是有情怀 我们不只是想在新疆 或者是想在中国 我们希望把好的东西传到整个世界 我叫麦伦兰图拉克 我今年29岁 我是一个喀什的艺术家 我们现在在喀什古城里面 有一个工作室 我们店里面有一些 我自己设计的文创产品 旅游纪念品周边产品之类的 我主要负责这些服装的制作搭配 给游客朋友们拍一些古装的 比较有体验性的这种写真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复古写真体验 虽然它是一个民族服饰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元素 任何剪裁都是要遵守 它的最古老的形式 甚至技法 绣法 都是传统服饰的标准去做的 基本都是以奢侈品的标准去做 配的首饰呀 或者是一些搭配的单品 甚至是古董 没有级别的 我们基本去特别老的遗址 我们是没有修缮 保留很原始的状态的一些景曲牌 让游客们知道一些 只有通过当地的看法 观点去了解的一些东西 给他们讲这些故事 刻板 肯定是有一些 咬套了吗 2018年 是11月4号开 现在也一直很顺利吧 每天的我们的工作量 已经是分定了 最少六个客户 六个单 一天的收入确实在一万块钱左右 大多数营收是来自拍摄 除了那个之外 我们从民间收了好多古董呀 老物件 最初的营运方式的话就是 出售这些老物件 第一个月两千块钱 到第三个月做了我们的完整的 老物件的造型之后 就一下子包 就专门有人费到卡式过来 买我们的东西 真的就抢着了 让我特别开心 最得意的一个老物件是 用一个 毛鸟的骨头做的一个筷子 特别精致特别老 它的那个盒子也是有很多 手工艺 上面有好多甜色工艺 定期做一些展 就是在卡式过程里面 然后就有个朋友看到我们 卡式年轻人 新疆年轻人的艺术品 因为这些老物件 它都是有寿命的 我看每次用完 或者是出现一些瑕疵 一些破存的时候 就心里特别不是个滋味 但是初中也是想让这些东西 让更多人知道 这还就是作为一个暂停吧 把这些东西好好展示 来让更多人 起码看到它的形状 听到在用文字的方式 去讲它的故事 也是一个好的形状 也是一个好的形状 我是江西中药大学毕业的 回来之后 直接开杆了 就是因为自己特别感兴趣嘛 特别热爱 家人不让我创业 毕业之后 他们希望我去医院上班 甚至吵过架 吵到我第一次离家出的 就是想创业 家庭的影响特别大 我们家庭是做手工 我妈是个采缝 做衣服 我爸是技术学校的老师 他是教采缝 从小有这个记忆 我已经就成长在一个采缝店里面 我爸我妈也是从12平米的店开始的 我也是从一个12平米的店开始的 创业之后呢 两三个月赚的钱 我全给家人 看到这两年走的 一直很猛很顺利 家人觉得还不错 甚至他们全家人都嫁了到 小目标的话 就是想在内地做一些实体或者是展览 让大家看到 他是年轻人的一个艺术品位 大目标的话 我未来还想继续学习 去北京上海 去服装设计 想做一个非常厉害的艺术家 设计师 甚至想去国外 艺术氛围最好的国家 去把他们的这些 学会来 然后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家乡 空属参赚 给大家哭 老师 字幕致 这里有点有趣的 亏损 我们 发幻 都 我们